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在学八字里面的盲点 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其实都是犯了以而传而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在他的八字里面有行冲破害这些字的时候 他就会把所有的不顺归咎到这一些事物上 他的八字里面有商官 他就会形成所谓的商官客官 这样的情况 只要他意有不顺 他都把他归咎到他因为有商官客官 这种情况上 可是这样子就是批八字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都是所谓的戴罪羔羊 例如你八字出现了一个冲 所以你财运不好跟这个冲有关 你官运不好跟这个冲有关 你所有的不好都跟这个冲有关 各位 一个冲 他能够代表所有全部的不好吗 当然不行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从五行流通去找出真正的问题 很多人对于五行流通 他是不屑一顾的 为什么 这个那么简单 可是偏偏 我们所有一切的事物就是透过五行流通 你去找出五行的变化 到底是多变少 还是少变多 多变少 当然他就是不好的点 少变多就是不错的点 所以在五行派 你不要跟我讲 所有的行冲迫害 所有的术语 我们一概不听这种东西 我们全部就是回归到五行升克上面 来去找出多变少的情况 因为他是属于不好的相 那多变少 他就会有两大类 第一个合 第二个克 所以我们大多数在五行派里面 不会跟你讲说合为和好之意 合通常都是一种不好的相 克就更不用讲了 就直接受伤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 你就会知道说 他一切讲求五行升克 其他的他一概不管 所以他是一个很单纯的 只要你会五行流通 你就会知道运势吉凶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切就是回归到最基本的判断 而不会把一个行冲迫害 全部都当做是不好来看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 你会发现到 从来不跟你讲 身强身弱 格局 用神 空王 神煞 因为这个东西他是用不到的 他一切就是回归五行升克 上面判断吉凶 所以不管你的八字再如何的特殊 总是会有一个五行升克出来 而这个五行升克 就是五行派在判断吉凶的最基本的规则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五行派没有大家所讲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他只有和升克 天干五合 地支六合 后来就是五行升克 其他的东西一切都不看 只有单纯从五行升克上去判断吉凶 这样子 用最少的规则 明确的规则 去找出这个八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而不会你这边批错了 你拿其他的说 那是因为他有地支藏杆 你可以到处套来套去 在五行派 只有五行升克 其他的都没有在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